好,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雷电流,雷神 然后我们用这个 古兰桑克斯的雷电加石 这个雷电枪是一个很好的武器 但是呢,它不是信仰加成 它是灵巧加成 所以要用这个雷神套装 要把灵巧加上去 然后信仰加上去 信仰是用雷神里边的各种雷系魔法 然后呢,我们再加上这个灵巧里边 这个雷电枪就行了 然后我们这个装备应该加这个 碎石圣印记 用碎石圣印记 它可以让古龙信仰祷告加成 强化它 然后老翁面具 老翁面具给我们加灵巧 然后我们戴上线斗剑护服 血量全满时可以提升攻击力 因为我们这个雷枪呢 就是基本上是站在非常远的地方 远程狙击击别人 所以第一枪非常重要 所以用它 限斗剑护服 提升攻击力 然后雷对蝎 就是所有雷属性攻击都可以加成 然后再一个就是卡尼亚徽章 战技消耗专注值减少 最后就是亚历山大碎片 好 再看我们这个调配灵药里边 带了一个带雷破路滴 然后大刺破路滴 带雷破路滴 再一次提升雷属性攻击力 大刺破就是强化蓄力攻击 因为我们这个雷枪使用战技的时候可以蓄力 蓄力攻击 然后我们来实验一下这个恶罩 远距离攻击它 黄金树立士 火焰刺给力量 喝药 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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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